所以我说 为你自己考虑 为你们家的子子孙孙着想 你都应该留一点后 不必说了 等结果吧 汪书记这是在宣战吗 当然是宣战 这是夏忠明和汪思记在竞选之前的最后一次对决 对话干脆直接 道理浅显易懂 可夏忠明偏就弄不懂汪思记到底想要什么 而汪思记也压根没弄懂夏忠明到底在坚持什么 清高者看不惯世俗的人 世俗的人看不懂清高者 此时的夏忠明和汪思记就好比理想和现实的碰撞 随着邓江的局势逐渐恶化 陈正祥不得不找来夏忠明和汪思记单独谈话 并给出了言辞激烈的敲打 当然 敲打的对象虽未明确 但却有着明知 我警告你 谁都别忘 万活者必自分 这句警告的针对性非常明显 说的就是汪思记 可在这个关键的时候 汪思记尽则同归于尽 退则再无机会 他怎么可能轻易退却 所以他不会将陈正祥的警告当成一回事 更何况 汪思记的背后 还有一个能量巨大的刘十倍 一直在加油鼓劲 等到陈正祥短暂离开 夏忠明再也忍不住自己的愤怒 开始了和汪思记的最后一场语言对决 这两天有很多人告诉我 说在党代会上我很有可能落选 是吗 也有很多人警告我 说我不出一个月 就会被某个人从登江扫地出门 不会吧 这么好的消息我怎么没听说呢 仅就这两句对话而言 汪思记和夏忠明的态度 就有着明显的差别 汪思记明显有着心虚 不敢承认 而夏忠明坦坦荡荡 毫不隐瞒地将汪思记 视为了敌对对象 我就明确告诉你 我讨厌你 我一心希望能将你挤出邓江 什么叫口密附件 什么叫阴险小人 表面人处无害的人 反倒不能轻易相信 嘴上天花乱坠的人 反倒会杀人无形 你一定要相信 背地干阴险的人 嘴上脸上语言上 肯定会有掩盖的企图 乃至表现 既然夏忠明将话题挑明了 汪思记也就不必再装 直接针锋相对吧 我离不离开登江 对你就这么重要吗 对于我来说不重要 但是对于登江 非常重要 好一句硬刚 好一句声对 夏忠明这样纯粹的人 早就有了落选后 前往陈桥乡 担任乡长的打算 也就是说 他压根就不在乎 自己能不能当选市委书记 可他担心 邓江会落入汪思记的手中 担心邓江的百姓 会继续以前分不着蛋糕 或者分到很少蛋糕的时代 可就目前的形势来看 汪思记似乎已经稳操胜券 自然不惧夏忠明的挑战 也许被赶出登江的不是我 而是您 当然 夏忠明之所以 想和汪思记最后一次谈谈 并非想要成一时之快 而是认真劝一劝汪思记 就汪思记在认识上的 一个误区给出解释 其实我特别想跟你讨论一个问题 在我看来 汪书记你在认识上有一个误区 你总觉得把我赶出了登江 你们的利益就能得到保证 这是一个非常幼稚的错误 你要想登江是谁的 登江是属于登江市民的 登江是由共产党在管理的 我可以给你一个预言 如果这次在党代会上 我落选了 你放心 上级组织一定会派一个 更强有力的领导 来主持党的工作 并且很有可能彻底改组 登江的常委班子 江夏忠明赶出登江 登江肯定会在短时间内 恢复以往的非正常状态 既得利益者就能暂时 保住自己的利益 可时间长了呢 等到登江的人民 再也不愿意接受这种状态呢 更何况 如果汪思继操纵了党代会 赢得了选举 上级组织就会放任汪思继 主政登江 当然不会 重整登江的领导班子 选择更加强而有力的领导 前往控制 这是惯例 更是面对邓江复杂局势的 唯一选择 只可惜 汪思继偏就不信这个邪 偏就认为自己坚持的 才是对的 你一直也有个认识上的过去 你总是以党的代言人自居 以人民的代言人自居 实际上你代表谁 党的利益是什么 人民的利益是什么 我告诉你一个简单的知识 不管是党的利益 还是人民的利益 都是要通过一个途径 反映出来 传达下去的 那么这个途径是什么 就是你身边的 上上下下的干部 你连你身边的干部 都团结不好 都拢不住 你怎么去观察党的意图 怎么为人民服务呢 为老百姓当官 还是为官当官 似乎一直都是一个矛盾话题 当官不为民作主 不如回家种红薯 可老百姓无法决定 官家的升迁发展 这项特殊的权利 掌握在其他官员的手里 将下雨的权利 交给卖伞的人 那就不会有停雨的时候 将灾难的权利 交给发灾难财的人 灾难就不会停止 你将投票的权利 交给基层干部 如果再不维护基层干部的利益 你怎么可能会平定金云 所以你告诉我 王思继为何如此有底气 为人民服务 为得选票 为干部服务 选票满满 他当然有底气 他当然认为 自己一定能够战胜夏中明 甚至王思继还认为 夏中明已经破坏了邓江的平衡 乃至官民生态 你到工厂里为老百姓做工 到农村去为人民种地 夏世 你知道你在灯江最大的破坏是什么吗 什么 你把我们花费了很多精力 才建立起来的 为人民服务的体系 弄得支离破碎 我给你举个例子 你开了一家商店 你总得让你的服务员 先吃饱肚子吧 你不让你的服务员 先吃饱肚子 他就偷你东西 不让服务员吃饱肚子 商店就开不下去 可正如夏中明随即给出的反驳 这个比方打得有意思 开了个商店 要让服务员吃饱 很好啊 人道主义啊 但是你开商店 就是为了喂养服务员的吗 开设商店的目的是什么 为了喂养服务员 还是为了盈利 喂养服务员只是手段 只是过程 只是整个商业经营的组成部分 让服务员辛勤工作 努力让商店盈利 才是最终目的 为干部牟利 乃至为干部服务都不为错 但让干部享受该有的待遇 是为了什么 为了让他们更好的为人民服务 可现如今呢 干不好我就好 我好了 谁还记得百姓的死活 目的都变了 过程还能对吗 所以夏中明才会奉劝汪四季 所以刚才陈书记说的是对的 我也非常诚恳的希望你能够接受他的警告 不要玩火 即便是从你个人的利益出发 也都是很合算的 不是我玩火 是你把所有的路都堵死了 只剩下华山一条道 我往哪走 你把我逼得没活路了 我能不挣扎吗 说到底 王思继坚持认为是夏中明堵死了自己的路 想上位市委书记 不行 想和夏中明搭班子 不行 甚至想继续待在常委班子都不行 王思继就只能见走偏锋 拼命玩火 可王思继真就没有活路吗 你没有活路了 我跟你算算 你看你的哥哥嫂子 妹妹妹夫都在干什么 你的司机 秘书 他们都在干什么 你的女儿还没结婚 小楼已经盖起来 大儿子刚刚从中专毕业 就到了派出所当所长 你小儿子开的是奔驰600 你说你的日子没法过 你知道去年登江农民最高的收入是多少吗 380块钱 你没法过 他们怎么过啊 登江的汪思继 汉东的齐同匪 就连村里的土口都能安排到警队吃上一口黄粮 成为在边的警犬 一人得到鸡犬升天的汪思继 还能没有活路 只不过是不能继续劳揽 仅此而已 盖小楼开奔驰算不得什么 人家会做生意吗 但中专刚刚毕业就能成为派出所所长 这样几乎毫无底线的操作 竟能让汪思继如此有底气 这种所谓的服务不打倒行吗 不控制行吗 如果让汪思继主政邓江 那才是邓江真正的灾难 可面对夏忠明的纰漏 汪思继又会给出何种说法呢 你为什么总要盯着我们家了 简直是个特务 我这样做没有错 可你总盯着我的这些错 可就是你的错了 别和没有底线的人讲道理 讲不同 讲通了也没有任何意义 怎么说呢 总而言之我认为你还是眼光太短浅的人 你不想想 如果组成执政党的都是你们这种人 那么执政党早晚是要垮台的 党一垮台 皮质不存毛浆烟夫 你们家的这些干部 都还能干什么呢 所以我说 为你自己考虑 为你们家的子子孙孙着想 你都应该留一点后 不必说了 等结果吧 汪书记这是在宣战吗 当然是宣战 宣战 现实向理想发起了最为常规的挑战 结果似乎已经能够预见 艺术家工以后的影视作品 总会给我们一个完美的交代 可现实世界又会如何发展 理想会被碾到粉碎 现实会赚到钵满盆满 能怎么办 但愿夏中民能够越来越多 能够逐渐占据更为关键的位置和高度 为民发声 为民做主 为光明和正义的坚持 提供越来越多的理由